欢迎收看《天见先生》 我是蝉力王刘嘉林 我们在加拿大拍摄 首先我在这应该祝大家圣诞快乐 要有到门的就没法算 就元旦快乐 然后那个 在这里头我必须郑重其事的感谢 现在突然间出现的一些观众 就是在评论区里边直接转发了三个字 我觉得这种观众有的时候比那种 就是没事天天跟我臭频的那种观众还好 因为跟我臭频的那种观众 他是有欲望 跟我聊 他有的跟你聊 他有的跟我聊 他有欲望跟我聊 然后呢 这些直写转发的这些观众我觉得 他可能没那么多火花 对太有美德了 因为你发了一个转发了 和他那个写了一大堆评论的 那个对我来说的利益是一样的 因为你写了一个转发了 对我来说可能就几毛钱 太实际了 就大实话嘛 就几毛钱我就挣到手了 然后我可以去买子弹 我攒多了 我可以买条心腔给大家讲 对吧 这都是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良性循环 所以真的我特别感谢那些写转发了 当然也感谢那些评论的那些观众 因为评论的那些观众就是 那个最铁的那些粉丝嘛 但是转发的这些我觉得 应该算更铁 默默的在支持我 都写的都写的 对对都写的都写的 然后我们这一集呢 讲什么呢 我们这一集讲精酱啤酒 就是前两天好多观众就问 就跟我说留言 说你能不能讲讲精酱啤酒 因为咱们之前提过 对我提过这事挖过这坑嘛 精酱啤酒就是男性生活中 我觉得中国男性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是应该有精酱啤酒 为什么这么说呢 精酱啤酒是一个你的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是这样 我觉得有一大部分消费升级的 这个概念是骗局 但有一部分消费升级是好的 比如说就像精酱啤酒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你喝一瓶精酱啤酒以后 你可以少吃点菜 少吃点饭 都是粮食 对对对 那一瓶酒顶俩面包 对吧 就你少吃点菜少吃点饭 然后你喝一天大燕精 那里头酒精 这个是纯粮造 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个粮食的一个化学的 对吧 在那种大的眼睛啤酒里边就都是 那叫拉格啤酒 那是米酿的 米酿出来的米酒 加上啤酒花出来的啤酒 那精酱啤酒呢 精酱啤酒是卖的 就其实最简单的你们大家 什么叫IPA这个啤酒 因为我现在在加拿大 我先说我喝酒 但是我都喝过 所有这些酒 我全喝我一切的精酱啤酒 你是以品尝美食的态度去 对我是以品尝美食的态度去品尝 品尝了一切精酱啤酒 哪个我都不觉得好喝 不不不 熊猫的蜂蜜 是最好喝的 它什么口感让你觉得 就是好喝 哪个都不好喝 就你这么挑嘴的人都不知道 对对对 一喝都那样 我们的都真难喝 一个这个熊猫的蜂蜜 二一个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去 荷兰阿姆瑟丹 去那个嗨尼克的那个 最嗨尼克那个原始的那个啤酒厂 嗯 喜利的那个原始 因为喜利是荷兰的酒 那还是一景点的吗 就是原始那啤酒厂的一个景点 那是一景点 那个景点对面有一小酒馆 就在一个不高的一楼底下 这一小酒馆 你去他们家喝他们家的琥珀 琥珀啤酒 嗯 Amber Beeler 对就叫Amber Beeler 他哪个叫 Amber Beer 对对对Amber Amber Beer 对Amber 就就买他那个琥珀啤酒 太牛逼了 我在那喝醉了 我去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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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到那儿以后 我跟老李 我和我一有二天敦 过两天我们开始讲古卓 我开始讲那个好玩的事 就是那个 我们俩一块在荷兰 然后我们俩在阿姆斯丹 看货上货 嗯 就鼓掌的那些东西 我跟着老李一块 我拍片子 然后老李上货什么的 然后走到那酒馆上 我不喝酒啊 老李点了一个 然后呢 老李去拿酒的时候回来了 跟我说 哎 说他妈的可乐 比啤酒还贵 哈哈哈哈 我说那你给我来一啤酒吧 这个金牛座 然后我就来了那琥珀 他说你尝尝那琥珀 那琥珀真特牛逼 什么味道会 让你觉得 甜的 也不是甜 就香的香甜的 不是那苦的 他也是金刚啤酒 金刚的 也他不是他算拉格 他算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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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格类的 哎不是他算 他算半晶酿 什么叫半晶酿 就是他不是完全按着 晶酿的方法 因为他加了好多的 他是用还是滴酒 是用的米酒 因为他就写的是半晶酿 嗯 他不滴酒应该还是米酒 就米酒做出来的 就跟那个 嗨尼克什么的 你喝那些酒 都是米酒 普通你觉得挺挺好 那些啤酒 大家喝那些都是米酒 而且啤酒里边 我跟大家说 有一个骗局 嗯 就是蛋 对啊 那些大青岡 吹两门 就是所有 所有都在出根 就是说这个蛋 就是你喝起来很淡 然后能喝一大堆的这个 这全是骗局 啤酒不应该喝蛋 啤酒要喝浓了 啤酒是怎么诞生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啤酒诞生是因为瘟疫 瘟疫 对 啤酒跟瘟疫有什么关系 是因为当年在欧洲 嗯 就是瘟疫流行 这个水都被污染了 嗯 水都特脏啊 所以就不喝水 就喝酒了 对 酒干净 酒肯定把 发酵完了以后 那个水肯定干净了 被酒都杀菌了 发酵的那个水 发酵的麦子水 你知道吗 然后啤酒 你现在明白啤酒不是啤酒花 啤酒味全是来自于啤酒花 你如果那块不搁啤酒花给它搁别的 还可以不搁啤酒花 对对对对 那不搁啤酒吧还叫啤酒吗 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啤酒我也 因为我酿过啤酒自己酿过 你不喝啤酒花你搁别的就别的味喝着 啤酒就是粮食酒 粮食水酒 来我给大家讲一下真正的啤酒的酿造过程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先 当年我们在男人庄的那个计算机的那个机房里头 有一层 十几层我忘了 二几层 反而有一层全是机房 那机房里的横温嘛 就服务器机房 对服务器机房 就整个全割那个时尚的那些烂七八糟 所有的产品的那些服务器都都在那块搁着 然后呢 我们就跟那机房领酱啤酒嘛 备着饶流 然后那那就是凉快多少是 它恒温 一酱啤酒就需要凉快恒温 就行了 然后 嗯 首先你有好麦子 我们就从一哥们儿 就是现在是熊猫精酱嘛 那熊猫精酱那个创始人是我好朋友 也是我们整个现在这个产品的 它是也是这个产品 就是我们孤独旅行家混蛋厨房 这个产品的创始人 嗯 就是就是基本上 熊猫精酱和混蛋厨房 是同一时期出现的 嗯 就是 然后 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会儿我们就要来了麦子 然后就找一大锅煮 煮麦子 对煮麦子 煮了一大堆麦子水 然后把这麦子水搁在一个特别干净 因为它是霉菌嘛 嗯 就是菌发酵嘛 所以就得酵母发酵嘛 所以你就得搁一干净的 你不能让那些酵母菌死了 就跟种蘑菇似的 不能让那蘑菇菌死了 是跟烟菜一样的 对对对对 拿一大桶 巨大的大玻璃桶 特干净的 都蒸蒸的巨干净 也是老潘给我们这一桶 就是就开始他就每天都去看他就冒泡 然后冒泡冒到最凶狠的时候就开始就跟煮开了似的滚动在里头 自己他就这样 对对对 自己在里头就冻上了就 特牛逼他要爆炸了 卧槽 但是我们在这 卧槽这哥们不会一猛兽要出来了 就是因为他的酵母菌在里边发酵什么 对真的你看那个特牛逼 特别牛逼 就是回头我管老潘要要看看视频能不能找到 就是拿大桶酿的时候里边那滚 真的滚起来自动自己在那滚 就冻在那 我转在那 我冻到 我酿了三桶 当时就是我其实特清楚 我们有一编辑 编辑主任 对 我男装当时编辑主任 然后给我们打电话 说赶快上来 你说这怎么出事了 你说怎么了 一包面就全冲着鸡房了 当时五六个人偷着嘛 从楼道里跑上去的就 然后 一看 卧槽 这东西不会爆炸了吧 就是在那转你这时候拍 然后给老潘看 说这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正常真正 发酵 然后这样就发酵出真正的啤酒来了 那需要多少时间 一个月 不是没有一个月 就二十几天吧 怎么着得二十来天挺长时间的呢 不是五天就出了 怎么着得俩星期吧 得 我记着俩星期 我不太清楚 因为就酿了那么一次 太麻烦了 就酿啤酒是一件特别特别麻烦的事 那你是他在哪个阶段 他哪个阶段都需要 就是按照标准来 你才能出现同样口味的酒 要不然你每 如果有一个某 这中间 比如说一百个阶段 中间有一个阶段 你做的和上一次不对 那这口味就不对 嗯 就口味就有变化了 你知道了吧 就因为他一直在那里边发酵呢 发酵的时候 你看那麦子汁发酵 那你还 中间发酵你还要用做什么吗 投啤酒花啊 还是 对啊 就你看那麦子发酵完了以后 你就往里头啤酒花 然后他就开始变成啤酒了 然后摘出来 你要不投啤酒花他会怎麽样啊 投别的呗 我们那时候还做过花椒味的 花椒 就那麽喝出来 有花椒味 巨他麽难喝那酒 就现在比如好多精酿啤酒 都是自己慢慢试嘛 就那个投啤酒花的那个过程中 嗯 他说的所有的口味 就比如说有什么蜂蜜口味的 就那会儿投蜂蜜了 啊 然后比如说 是不是在这扔了一蜂巢进去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类似于这种投蜂蜜了 还有淡甜嘛 回甜 然后还有什么肉桂的 就往里头肉跪了 嗯 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的 美国太多了 对 加拿大也一样 就这就你在那头皮有花的 那个环节里边加什么玩意儿 然后就能调出来 你想要有咖啡口味了 嗯 就调出来你想要喝的那个 然后度数能特别高 然后也会很浓郁 不像是说喝大 大姐你讲讲 你自己喝的经验 咱们家那些都是你喝了 我就觉得是比平常喝那种大皮皮浓 浓吧 容易醉 对 而且他我觉得他最好的一点就是 他醉完了以后回来特快 你没觉着吗 他不是像有那 哇醉完了以后第二天头疼什么的 不是 他是那醉于 哎 对而且不像喝大皮皮一样精装跑厕所 对对对对 能缩吗 就那一小瓶的足够了 对 然后酒精度又高 一小瓶就能 口味又重 就能让你到状态了 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你不用喝凉的 精酱啤酒就是你不用喝凉的 还有喝个热的呢可以 就温着喝就可以 喝常温的 嗯要不那皮 那种大瓶皮你喝热的喝不了 对你喝不了那口味不好 这个你喝常温的就可以 精酱啤酒是可以喝常温的 不用非得喝凉的精酱 喝凉的反倒不好 就口味没那么重了就 嗯 喝热的口味更重 温热的 就别是烫嘴那个 别那样啊 你别吃汤圆了 对就稍微你给它温一下 那个啤酒不是常温 比常温温度稍微高一点 你就跟清酒那感觉是吗 比清酒的温度再低一点 因为你再高一点泡沫就都没了嘛 然后你喝那样呢 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在 在市面上选择精酿 你去超市里买 每一个都值得试 就是这么多品牌 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但你一定看上面要写IPA吧 一定要看IPA 因为有好多也是做的特漂亮的瓶子 它不是IPA 那我怎么去挑到我自己喜欢 你说爱个儿试 只能试 因为这是一个奇妙的啤酒旅行 那如果就是不同的厂 如果都它叫的是一个名字 比如都叫蜂蜜 那它的味道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每一个IPA 只要它能在超市里边出来的 它每个口味都固定下来的这种 全都不一样 它卖的就是它不一样的那口味 嗯 就 就 就是不一样嘛 比如老李不爱喝蜂蜜吗 蜂蜜艾儿 对 最爱喝 大家都爱喝蜂蜜艾儿 就是好喝嘛那酒 麦子香 甜甜的麦子香那啤酒喝着 对 女士也 其实很浓浓的甜的麦子香的啤酒 你喝知道这个什么标准啤酒 应该是这样的 浓甜香麦子香的那种都有对吧 就不像他们那个出去叫什么低苦爱那个 那什么太难喝了那酒 本来啤酒就什么苦不拉低的 还那么弄一大堆苦爱 太苦了这个 那怎么不搁那什么呀就那中药 就中国有一种中药绿色的巨苦 一上火就喝那个 那什么玩意来着 大家给我留言那叫什么来着 提醒我一下那叫什么来着 就绿色的一种套出来 巨苦无比 上火就喝那个 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 像这二条口的盐济冷面 对 作为盐济冷面可以做出来 钉子口味的 还有那个啪啪啪精度的 美国有 所以很多人都是拿他这种 试各种口味 然后呢 觉得哪一种口味 觉得大众接受就会把它定向 然后再去看看 然后就有爱好者 你们还可以在网上找那个 IPA的那个 就是酿造设备 你跟人家自己能酿 但是在其实 其实酿造设备不难 几百块钱 三五五六百块钱 我知道有很多人自己在家酿红酒 那我红酒我不懂 就啤酒我懂点 然后就是啤酒是这样 就是你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酿 就有桶上的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里面家没那温度 酿啤酒需要温度 必须低温 必须温度很低 还能酿啤酒 比如说像现在咱们家车库里头 酿啤酒最好了 温度正合适 酿啤酒绝了 怪不得那个卖房那哥们儿 下边搭酒窖 我跟你说 他很有可能还自己酿红酒 有可能 因为他本来是那些红酒哥那 是因为咱们的温度比较合适 对他那些红酒哥那 本来就自己就酿着 在瓶哥也酿着 因为本来塞子就是 像木塞子 那塞子不还是跟他一块起反应 跟木桶那差不多 那这种IPA啤酒 他有这种保质期什么 比如说 当然有保质期了 搜过了变醋了 时间长了 不是说像红酒约合成的 对 红酒也不能时间长 红酒时间长了 别搜了变醋了 红酒也要保持时间过了 没保存好 进养 养化了以后就变醋了 其实就是养化问题 人也是你天天憋气 你能活时间长 不呼吸就能活时间长 不是老头儿说了吗 你气数以尽 就是我把这个人生这个 气数都呼吸完了 每一个我做人生中 这么多气我都呼完了 所以你能憋着点气 少呼吸点 这是个好道理 有招 你看我这是不是还跟焦你 一长生过老的招 憋气就长生 这招值50块钱呢 大家给我写一转发 转发了 谢谢 对啊 就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 就是 就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你去买啤酒的时候 就是我认为大家应该就是 如果你有那个消费能力的话 基本上看我们节目的 都是有这消费能力的富人 一般就是这种富人 那个 看我们节目嘛 然后像这我们这些观众 然后去买啤酒的时候 你别乱喝那个 拉阁了 就那大瓶的那个 那大瓶的那个 我觉得就请朋友 吃饭的时候 喝喝那酒 出事 出事管醉 对吧 那大的拉阁这种 出事管醉 聚会什么的 喝喝闹 你要自己跟家里头 比如说今天晚上我想看一电影 我喝一啤酒 随便弄点什么小东西一吃 看一电影 不是舒服 你跟你媳妇 好多人不都说吗 说看我和我媳妇 我特羡慕 我说你们俩真棒 结婚这么多年 还能聊这么长时间天 你们俩就这会儿聊时间天都好 真的真的真的 我们俩就这会儿聊时间多 也是那样 就大家都一样 但是你怎么能让生活 变得更美妙一点 我们就这样你喝一啤酒 看我电影 对吧 舒服 看不看